來到整起的殺人險案 傳出有驚人的內幕 疑似漢八年前 賴閩南等員出庭 作證殺人未遂有關 前犯人理工員對原告還有證人 是懷赫在心 原本預謀他要槍殺七個人 不過原告有另三名證人 有人離職 有人下班 因此逃過了死劫 不過呢 來看到是同為證人的 劉姓緣議課長 張姓會計主任以及重傷總事長 賴閩南都遭到槍擊 據賴閩南女兒跟弟弟 則是無辜遭到了波及枉死 槍擊案凶嫌李鴻冤 他最終在台中落網 一開始說報酬殺言有什麼不對的 那麼他被送到南同縣 刑警大隊偵訊移送的時候 媒體後來就問到說 你知道賴閩南沒死嗎 那麼這一回他的反應可是不同 全程低頭不發抑鬱 對比這落網時候的 囂張氣焰完全都改變了 雖然依舊不願攻撑槍擊的來源 但是直言已經後悔 升級公司伸索大門開啟 放行車輛進入 因為傳出犯下升級公司 四死槍擊案的理性嫌犯 可能將重回犯案地點模擬 也讓現場人員繃擊神經 車上走下監視小組 重回公司現場進行採證 甚至來到農場第一槍殺現場 隨著員工遭槍擊身亡 農社內的時鐘似乎也從此定格禁止 就連附近民眾回想起槍殺當天下午情形也直呼詭異 而警方懷疑因為八年前一樁殺人未遂官司 讓嫌犯埋下殺機 如今更爆出驚人內幕 判決書上寫著 主任當時也曾出面作證 表示弘信課長曾打電話 回公司哭訴遭攻擊 而牛章之之父賴閩南 曾聽說理性嫌犯在尾牙前夕 放話過年後會有一場好戲 曾經叫過理性嫌犯到辦公室 請他別這麼不禮貌 嫌犯事後遭判無罪 不過疑似懷恨在心 當時這三名證人竟遭槍擊 兩死一重傷 而原告離職搬離難逃 另外三名證人有的離職 有的已經下班 因此逃過死监 離職嫌犯持槍血洗 神級公司痛下毒手 釀成四死一傷悲劇 遭到收押警戒 正與真正犯人動靜為何 仍待警方釐清 記者綜合報導